各位好,今天是7月20号,礼拜二 让我们来看看关于今天的一些相关的新闻 那所有的价格都在涨 房价,车价,还有生活用品 美国的平均房价已经涨到了38万美元 然后根据KBB的一个信息 美国的新车的平均价都在39,000块钱一辆新车 那你旧车的话,很多的旧车 他收你旧车的时候还会有更高的价 旧车的价格也涨得很快 另外的话,根据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个走向 到6月份的话,消费者信心指数是跌到了非常低的一个低点 那在这个当中,消费者有33%的受访者认为 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好的时间去消费 去花费买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这个当中,美国人有72%的美国人 认为现在的房价高得离谱 不应该是现在这段时间去买房子 那根据这个Morning Consult Survey 他们做了一个关于这个失业人群的这个调查 从去年这个疫情到现在 总共有29%的这个美国人 他们在这个当中就是有机会重新回去工作 或者是有新的offer 但是他们拒绝了 因为他们这个受访者当中有45%的人认为 他们拿到的这个失业救济金是足够维持他们生活了 所以他们就没有去继续接受新的这个offer 那这个当中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包括了这个COVID这个疫情的原因 还有包括了就是很多的公司没有办法 在这样情况下照顾小孩或者给小孩提供一些额外的帮助 那失业救济这个福利 政府的福利将会在9月份就要到期了 9月初就要到期了 那现在的所有的政客包括了白宫 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对于延长这个部分 会提出任何的这个改变 那在本周这个早些时候啊 这个股票大跌了一次啊 掉得非常厉害 那这个是因为可能很多的人 投资者都担心这个变种病毒 在美国的这个侵蚀 然后现在这个感染的人又开始重新上升了 那但是呢 但是呢 其实更多的是非常多的人是担心的 这个叫做stackflation stackflation 就是从字面上就非常容易理解 就是recession high inflation同时出现 也就是经济衰退 加上这个高的这种通胀率同时存在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让经济减缓 减缓这个恢复速度 然后呢有高通胀 然后还有比较高的这个叫做 叫做这个失业率啊 那这个情况在美国的历史上 在7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经济危机衰退的时候 是出现过的 当时的GDP就是完全是变成了这个负数 然后呢有两位数的这种叫做inflation rate 通货膨胀率再加上9%的这种失业率啊 所以呢 现在非常多的经济学家也在担心这样一个情况 可能也开始慢慢的开始显现出来了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延伸到接下来的话题 是关于现在的这个公司如何用各种方法来找招他的员工啊 那因为现在的这个员工现在是员工市场 所以公司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招到这个他们想招的这个员工 根据这个印第这个网站就是招聘网站啊 他们的在7月份的这个招工的数量 就是招工广告增加了36%啊 所以说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招工的这个需求 那当然第一个招工的一个首要条件就是钱了 你到底是给什么条件 然后现在非常多的公司拿出就是signing bonus 当你就是接受offer开始的话 我们会给你一笔这个 比如说是你开始的一部分的这个你的这个奖励啊 那这个奖励有从100块钱到3万美元之间的不同的 根据这个价格啊 有不同的根据你的工作有不同的这个价码啊 那是像亚马逊他们就要马上要尽快的想要招到7万5千个员工 那这些员工每一次只要你接受他工作都有一千块的这个signing bonus 然后另外的话在纽约的一些餐馆的话都会提供250块钱的这个signing bonus 去招一些各种各样的员工啊 所以的话肯定你给多少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另外的话现在对于offer的这种叫做审查 或者是来做决定这个过程 原来一般你递个offer出去可能面试以后 可能有一段时间你都听不到人家消息 现在这个有可能当场就给你决定我们要你了 或者就是一两天他就告诉你你可以来工作了 所以这个时间变得更快啊 另外的话现在的这个offer里面都很多的 如果你有孩子他会给你提供相应的对孩子的补助 有些公司可以提供到每个月800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补助 这样子的话自然就是已经承担了大部分你的孩子在幼儿园啊 或者在一些托儿所的一些费用啊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比较宽松的一些工作的环境和一些时间 可能是地点他都可以让跟你谈这件事情啊 另外的话很多的公司原来可能10个人20人就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他要他要因为这个疫情 然后因为这个业务量增加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要把这个20人的呃团队变成40人甚至翻翻两倍 所以他要招更多更多的人进来啊 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有各个方面某方面的一些技能的话 可以去时不时可以去看看这个招工市场的一些情况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政治方面啊 在政治方面我们回到现在中国啊 和中国有关的一些新闻 中国呢呃在还有有中国背景的非常的一些公司 非常多的一些大公司现在在不断的在 已经很很久了在购买美国的一些农业的土地 因为他中国的一个战略呃是需要能够有足够的这个食物 还有这个呃的供给的所以呢 美国的很多的土地是受到中国公司是青睐的 所以非常多的中国公司就呃购买美国的土地 但是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在国会当中非常人非常多的人 就认为这些公司很多是有中国这个呃这个政府的这个背景的 那他们买了美国的这个农业用地 一旦农业用地又是受到美国的很多的税务补助啊 各种的这个优惠条件的 所以呢这个就涉及到美国这个安全这个问题了 所以呢在国会当中非常多的议员现在就开始要去修改 这些专门给这些农业用地的这些补助的一些条款 那这个当中要设定就是要呃如果是这些购买美国土地的中国公司 是有中国政府的背景的话 那他们就不会不能够享受 就是不能让他们去申请任何与美国这个呃 纳税人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补助啊 所以的在这个部分呢 是受到了两党就是一致的这个呃这个叫做支持啊 那接下来Chuck Schumer 啊民主党这个大佬他还是在力推想要在呃 呃联邦范围内全国范围内就是取消这个大麻的这个非法化的一个事情 就是要把大麻合法化那呃 呃他联合了其他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啊 那包括了他 Ron Wyden Corey Booker 他们正在呃 起草一个新的这个计划 那这样子的话啊 啊这个计划呢就是说 一旦形成并通票通过国会投票以后呢 那每个州呢有自己的权利去写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关于这个大麻管理上的一些各种的这个管理条例 那但是一旦这个议案通过的话 那每个州将会有60天的时间就要开始颁布这样的新的一个法令 来进行这个大麻合法化的一个过程啊 那在这个国际上又回到中国 中国和这个印度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是就是处在这个历史上这个冰点啊 而且双方都还是在不断的谈 但是谈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 而且在这个两国的国境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军队 而且更多的这个军队还有这个重火力都进入到这个边境啊 那也许不知道啊会不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 但是在去年我们也知道了两国在这个部分 大家都有一个呃就是要做这种潜规则 就要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在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用武器的 双方都不一不用武器 那大家就看到非常多的视频上的双方的这个军人 用这种这种冷兵器石头啊或者是铲子啊各种互相打 也造成了二十几个这个军人死亡的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中国和印度又是这个核大国 所以的话在这个部分一直都是在中印边境一直都不是很稳定啊 那加拿大呢在关闭了他们的对美国关闭了16个月的这个国境以后呢将在今年的8月9号重开加拿大和美国的这个边境 如果你要去啊计划要去加拿大的话 那你你必须是要确保你是完成了两针这个疫苗注册的 而且你是要有这个证明的那现在非常多的这个疫苗都可以给你发这种电子证明啊或者你的卡片你都自己照相 所以你要去加拿大的话你就可以在今年8月9号以后加拿大就重新开放他们的边境啊 那再回到这个啊叫做这个inflation这个通货膨胀我们再讲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通货膨胀这个当中的也有一个叫做shrinkflation shrinkflation自然而然就是当通胀开始以后各种的厂商制造商因为这个成本增加各种的费用增加那他们要想办法省钱 那他们怎么办呢shrink就是把他们的这个产品缩小这个规模缩小包装 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在这个生产当中就节省了成本节省了原料但是呢他们的标价还没有下来 因为有这个高的通胀他们的标价一样是原价但是他们的包装都变小了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下次去超市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有些是1.6盎司的东西可能变成1.5盎司了比如说小的一些罐子啊水果啊或者一些罐头啊 那还有这个呃我们家家里面用的这种垃圾袋原来可能一个袋子里面是一个包装是90个垃圾袋现在变成了80个垃圾袋 这种的猫啊狗的这些食物那当你下次看到比如说你的狗猫啊开始变瘦了后你才发现哦我现在买的这个包装现在变小了没有原来那么多了猫狗都吃不够吃了啊那关于这个疫情呢现在根据这个John Hopkins的这个报道啊每天美国有啊有3万2千例的这个感染的这个病例啊这个比上一周是增加了66%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这个感染的这个病例啊这个比上一周是增加了66%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这个感染的这个病例啊这个比上一周是增加了66%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这个感染的这个病例 一个状态啊和其他的一个国家相比而且现在住院率率也不是很高百分之二十几而且这个百分之二十几的这些住院的人多数几乎都是没有打过疫苗的人啊所以呢但是大家还是要还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了今天的白天7月20号有一个重要的新闻反正各大媒体都在播报了大家可能也看到很多新闻了Jeff Bezos还有一个82岁的一个老人一个18岁年轻人还有另外一位 四个人他们就上到了这个太空当中11分钟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旅程他们在当中看起来是非常开心而且很有意思他们也非常激动这个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Blue Origin他接下来就肯定要开放要卖票给这个大众了就是大家都可以来买票来上天去体会这些富翁能够玩的东西能够看到的东西那那当然这个票价肯定是不会便宜那 现在具体不知道啊到底这个票价是多少钱但是呢Blue Origin也讲了当时他们在卖第一次的这个飞行当中有从159个国家当中的7600多个人都竞标了那说明说还是有非常多人可以有能力有财力也希望能够到太空中赚一圈啊所以呢不知道接下来这个票价会多少会变成多少所以我们也继续再看一看 这个周末7月23号东京奥运会就不得不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的开放了不管虽然现在每一天都有运动员和这个工作人员感染或者没有办法继续比赛要回国但是看来这个运动会奥运会还是要坚持的要开了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运动奥运会的一个展示希望能够有很多的运动员能够带给我们精彩的比赛啊 那一个报道就采访了美国人到底美国人在这次奥运会想看到的这个是哪一些这个运动项目啊因为美国和我们中国是有不同的这个对于运动还有对于这个方向是不太同的所以我把美国的这个调查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那看看和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如果看我们自己中国国家队的这种表现是什么样的一种区别啊这个受访者当中有24%的他们想要看这个水球 25%的想要看高尔夫29%的人想要看乒乓球 31%的想要看射击 35%和百分两个35%都想看足球和这个射箭 另外39%的人喜欢想要看这个网球 39%的人喜欢看这个拳击 然后46%的想看这个啊叫做排球 46%的想要看篮球 49%的想要看田径就是大象 51%的是要想看跳水 这应该是全世界人都喜欢看的 56%喜欢看游泳 这也是比较普遍的 62%的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体操 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新闻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